大家好,我是虎客王的楚言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追踪 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单点追踪 今天来学习两点追踪 两点追踪跟单点追踪的区别 我通过一个小案例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有一个素材 把它拉到合成里 先看一下 是一列蒸汽机车 迎面而来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看出这两种追踪方法的区别 我先快速地用单点追踪 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击跟踪运动 选择跟踪点 跟踪的可能不太好 只是演示一下而已 然后建一个空翁对象 应用 然后这有一个笑脸的图 我想把它放在车头上 找一个比较好匹配的一针 摆好位置 挂好腹肌 大家看一下 虽然这张图可以跟着火车头 往前移动 但是大家发现 这个笑脸的大小和角度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它没有很好的附和在车头上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用到两点追踪了 我们把它删掉 好重新把它拉下来 做两点追踪的时候 还是点击跟踪运动 然后要把旋转和缩放都勾选上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了两个跟踪点 也就是说 在素材中 两点能够形成一条线 这条线 如果一直跟着火车运动的话 它就能判断出火车左右摇晃 还有 由远到近 比例的放大 我们选择两个点 一般情况下 选择这两个点 尽量的远一点 这样运动比较平稳 这我选择 靠里的两个点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实验好几次了 里边的两个点比较好跟踪 定好点以后 就可以让集团机分析了 好 分析完了 大致看一下 应该还可以 好 下面我们 跟单点追踪一样 建一个 空对象 然后编辑目标 给到空对象上 点击应用 好 现在这个空对象 已经可以很好的跟着火车走了 而且 火车离镜头越来越近 空对象也越来越大 说明 它的缩放 是跟着火车的运动来变化的 这时候 我们再把这张笑脸图 放下来 找到一个比较好匹配的点 调整一下 形状 大小 然后把腹肌 连到空对象上 大家再看 比刚才的单点追踪 就好太多了 这就是 两点追踪 也不难吧 不过细看的话 还是会有问题 比如 到最后的时候 由于视角的关系 摄像机在铁轨中间 在地面上 从下往上拍摄 所以 按正常的透视关系来讲 应该是 下面大 上面小一点 但是这个图 还是跟正面看似一样的 没有任何透视关系的变化 所以 两点追踪 也有它做不到的地方 这就需要我们用 四点追踪 摩卡追踪 等一些比较高级的追踪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之后会讲到 在之前讲稳定的时候 我说到 等到讲 两点追踪的时候 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稳定运动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稳定运动 跟两点追踪 非常相像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 重新建一个合成 我有一个晃动幅度比较大的素材 大家看一下 是一架喷火战斗机 补充 我们想利用稳定运动 把这架飞机稳稳的定在屏幕上 怎么办呢 跟跟踪差不多 选好这个图层 点稳定运动 然后 再选上旋转和缩放 选跟踪点 我选两个翅膀尖 由于这架飞机 在拍摄的时候 晃动特别大 所以搜索范围一定要够大 第二个点 分析 后面第一个点跑了 简单修复一下 跟单点追踪的修复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继续算完 好 这我就不精修了 只是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工具怎么应用 好 由于是稳定运动 并不需要其他的涂层来跟着这个运动轨迹 所以在编辑目标的时候就选他自己就可以了 点击应用 点击应用 稳定已经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效果 飞机 飞机已经稳稳的定在画面中了 而之前的素材 它的边框 就会晃动的比较厉害 所以 我们在做稳定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些其他的修补 这就需要大家应用到之前我们学到的一些AE的基础知识 比如 我们可以使用 效果中的 风格化 里面有一个动态拼贴 调整一下宽度 高度 再勾选上 镜像边缘 我没有精细的调整 但是大概能修复一些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稳定运动和两点追踪 只要大家理解这两个工具的使用就可以了 其他细微的调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课下 自己尝试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四点追踪 谢谢大家 下节课再见 学设计上虎课网 这些设计上虎课